不过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因为你看上面的Gamma跟Z 它都是写得很复杂 那我们在应用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 以下的三种常用的情况 把这个写成比较简单的形态 比如说第一个是吴浩笋传输线 吴浩笋传输线就是它电阻是零 就是它是理想的导体 两个平板是理想导体 当中的绝缘体G等于零 就是它没有漏电 是理想的绝缘体 那这个时候Gamma本来是这一长段 这么复杂的 那现在吴浩笋把这两个条件带进去 这个是零了 这个也是零了 J Omega可以提出来 里头就是根号 LC 吴浩笋传输线 这不是简单很多吗 这样写的话我们就知道 Alpha是零 J Beta就等于Omega 跟号LC 所以它的向常数 是Omega的线性方程 它这个是你这个传输线固定了 就是固定了 可是这个是你的驱动的频率 你用不同的频率的话 Beta的值就会不相同 这是它的Face Velocity Face Velocity 还是一样 Omega over Beta Beta现在是这个 Beta是这个 所以它就等于LC分之一 Z0呢 本来是这一大堆 现在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J Omega约较 就变成根号LC 所以R0 就是 就是impedence 它的电阻部分 就是这个 这是特性阻抗 特性阻抗的 电阻部分是这个字 它的电阻 就是X0 虚数部分等于0 这就是 简单的很多 D号森戒指 D号森传输线 Low Loss Low Loss Line 那R 要比Omega L 小得很多很多 就是说 它是会有耗损 可是因为这个电阻 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说那个导体 非常好 非常好 它虽然不是理想 但是它的 Electric Conductivity 很高 所以电阻就很小 那么绝缺原体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绝缺原体 它比 就是G 要比Omega C 要小得很多 这个时候 这种 这种的传输线 我们就是通常都是用在这个 Very High Frequency的波段 这个波段 这个时候 Gamma 本来是这个值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远小于它 那我们就从这里提一个G Omega L 这就变成E加 G Omega L分之R 这也提出一个G Omega C 这边E加 G Omega C分之G 那两个都有G Omega 提出来 那一个LC 提出来就变成更好LC 好 现在这一项 比E小很多很多 这一项 比E小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这是1加2分之1 称这个 取一下就好 这也是1加2分之1 称这个 好 那你把这两个相成起来 1乘1 就是这个 好 这两项相成 我们就不要了 就这个太小 两个都小得不得了 平方更小 那在1的旁边 这算不得什么 所以不要了 那就是 1乘这个 加上1乘这个 把2 JOmega 提出来 那它就是L分之R 加C分之G 好 Gama等于这个 所以它的Alpha 十数项 这个乘这个 才是Alpha 十数项 J跟JOmega 的约条 你把LC乘进去 就变成这个 然后这个乘这个 就是它的Beta相 你看这个 我们就是 主要就是要看它的相成 说 它接近 这个 因为它这个是 妈妈乎乎相当 不是 一生不变的相当 所以它接近于 Omega的 线性方程 这也是 一种常用的状态 第三种 更是常用 我们先看这个 V over P VP Face Velocity Omega over Beta 是这个 是接近于常数 Z0 Z0 我们一样 把JOmegaL提出来 JOmegaC提出来 JOmega越来越好 就是更好 L over C 里头有两相 这两相也是一样 这个比它小很多 这个比它小很多 展开以后 就变成 1加二分之一 成这一相 1 减二分之一 因为这个在 分母了 减二分之一 成这一相 所以这两相相成起来 它就变成 它是一样 这两相成起来 就不要了 因为它跟E比起来 小很多 就是这个 减掉这个 就变成这样子 于是Z0 它的实数相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跟 我们那个 吴浩顺的很像 接近于它 XL 虚数部分 是等于这个 对于0 为什么对于0 因为 这一相 几乎 对于0 因为L比它大 很多很多 它就很小了 C又比G大 很多很多 也很小 很小的 接很小 更小 那就Approach 就是Zero 几乎就是这个 第三种叫 无时针 传输线 Distortionless Distortionless line 它就是R比上L 那等于G比上C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Gamma本来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里头的G 让它等于RC over L 带进去 然后呢 我们把G omega 这个 把这个地方 画一画 它可以变成 这样的一个 一个字 就是你把这个 我们这里头 这里好了 先提出一个L分子C出来 那这里不叫 这边的R加J OmegaL 跟这个一样 所以它就是 平方有这个 然后 提出一个这个 因为你提出一个 L分子C 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开平方就是这个 所以提出来的L分子C 开根号就是这个 Gamma就变得这么简单 所以它的Alpha值 是这个 Beta 也是这个 你看它就是等于 它不是 它不是 接近这个 它是Omega的线性函数 这个就跟 5号笋的 传输线是一样的 跟5号笋传输线一样 只不过5号笋传输线 这个是零 这个不是零而已 还有 它的Face Velocity 是这个 我们Beta 用这个代 它就是 Face Velocity 也是一个常数 它的特性阻抗 这里头 我们也是一样 提出一个C over L 就变成L over C 分母就跟分子一样 约掉 就是这个 所以 它的R0就是这个字 X0等于这个 从以上的计算结果得知 不实真传输线的参数中 除了多出一项 不为零的衰减常数以外 它的 不为零的 这个 衰减常数以外 它的特性阻抗 是这个 像数是这个 都跟5号笋 的传输线是一样的 因此 因此 我们说 Face Velocity 你看Face Velocity 跟5号笋一样 跟频率没有关系 所以你各种频率的 波段 同时在这个 无视针的传输线上 传播的时候 它的像数都一样 所以它不会有这个 讯号 实真的形象 如果说你这个 是跟频率有关 那么频率 本来你 送出来一个资讯 它是一个波包来表示 你都还有各式各样的 频率的 成分波 每个成分波 如果它的Face Velocity 不一样 那么本来挤在一个波包里面 后来都散掉了 所以呢 它这个讯号就会 失真 就跟原来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会失真 OK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看一个例题 已知一组 无视针传输线 的衰减常数 是这个 α等于这个 它是dp over meter 一般的这个衰减常数 它是用nepper per meter 要注意 特性逐抗 是50欧米 就是R0等于这个 单位长度的电容 C等于 每一个meter 是0.1个nanofarad 这个线要求 这个线 单位长度的电阻 求它的R 单位长度的电感 L 还有G要求这个 第二个要求波的传播速度 波行进一公里 跟五公里的时候 电压政府衰减的百分比 是多少 它虽然不失真 但是它会衰减 会衰减 无视针传输线的条件 你要记得R比上L G比上C 我们第一个要求 单位长度的电阻 电感跟电导 我们知道它的Alpha 是等于这一项 这个是等于R0分之1 所以Alpha就等于R over 20 那你要求这个对不对 R0知道了是50欧姆 Alpha也告诉你了 等于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R求出来 R0是50欧姆 所以Alpha就等于R乘上这个 那这个R Alpha是等于0.01个db per meter 但是我们要化成 nepper per meter 一个nepper per meter 一个db db disable per meter 跟nepper per meter 有这个关系 有这个关系 OK 就是一个nepper per meter 等于8.69个db per meter 好 我们把这个化成这样以后 化解 就变成1.15乘10的负三次放 nepper per meter Alpha求出来了 Alpha求出来就可以求R R对Alpha乘R0 Alpha R0 50欧姆 所以等于0.057 Ohm per meter 那现在我们知道 它的特性主干是50个欧姆 而R0又等于根号 L over C 那从这里 两端平方的话 就是L 等于C 乘上R0平方 C是这么大 它告诉我们 R050欧姆 称起来就是 0.25个 Micro Henry per meter G R C over L 因为它是 5号顺传输线 你这些都知道了 就知道G 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R 这个R学到这里 这个是等于20平方分之1 你是把这个带进来 R带进来 R0带进来 这是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22.8个 μs microsecond micro cements per meter micro cements per meter 第二个要求像素 像素 就是这个 L有了 C也有了 乘起来 开根号 分之1 就等于这个字 2乘 10的八次方 meter per second 现在我们要看 它传播1公里 跟5公里 它这个衰减的 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值是随着 距离在衰减 而这个是一个 固定值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除过来 那它 比上这个 就是exponential 负α z 之方 那α z等于1公里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带进去 Exponential α 我们刚刚求出来 z用10的 三次方 meter 算出来是 0.317 或者说 它衰减的 它是原来的 31.7% 如果传到5公里以外 这个换成5公里 它是0.003 这个就表示说 无实真传输线 其他的 跟5号笋的一样 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因为它有α值 它会衰减 OK 这个就可以写成 0.32 百分之 0.32 好 这一节我们讲的就是 一般传输线 它的十节传输线方程是这个 我们用 克希和弗 电压定律 我们用这个 Time Harmonic Form 带到 十字里面 前面的这个 它的这个 十节的 Time Harmonic Form的 这个 Equation 就是得到这样的值 然后 可以化成这样子 化成这样子就是 它的γ等于这个值 如果无线长传输线的话 它的V A就是等于这个 I等于这个 就是我们假设它只是转 正Z方向传播 它朝正Z方向传播 它就不会朝负Z方向传播 这是无线长的传输线 那么 还有这两个笔字就是 特性主抗 特性主抗 等于这个值 那其中的γ跟Z 我们说过 它只是跟这些参数有关 还有Omega有关 跟线长没有关系 传输线的波方程 在耗损阶值中 与耗损阶值中 转播的 均匀电磁波 平面电磁波 极为类似 我们又把它分成 无耗损 跟D耗损 跟无实证 传输线来看 你看这无耗损 它没有衰减 向长数是这个 Face velocity是constant 特性主抗就是R0 X0等于0 其他就是无实证传输线 这些都跟它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 它的α不是0 其他都一样 我们看传输线的衰减常数 衰减常数 衰减常数就是γ 传播常数的real part γ是这个字 γ是这个字 我们等等会证明这个东西 或者α等于这个 它的这个 功率 耗损的功率 就等于V0平方 over2Z0平方 成R0 exponential 负2αZ 这个我们下一页会证明 那PZ 就是单位长度 耗损功率的平均值 我们要讲衰减 衰减就跟它的耗损有关系 你单位长度耗损的功率 平均值我们讲定是这个 那原线距离的功率 原线随距离的功率 而递减的功率 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 PL就是原线 随着这个 就是你每行进一个距离 要衰减多少 那它就是等于partial P over partial Z 就是我前进一个delta Z 这个功率就少了一个partial PZ 少了所以我们用负的 那因为alpha 因为P是等于PL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它是等于2α乘上PZ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原线随距离的功率 是律写错了 律写错了 是递减 这个律应该是这个律 递减率 是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 就可以求出它的递减率 底下我们看 它耗损的功率 二分之一real V乘上I compress conjugate 我们以前讲电长和H长有一个cross 但因为它不是向量 它都是纯量 我们就直接写这个 那I compress conjugate 就等于V compress conjugate 它I是等于V over Z0 那我们就 两个都compress conjugate 这一项 这个 是等于这个 它本来是Exponential Gamma Z Exponential Fu Gamma Z 我们就写成 α加这个 这个也一样 这个也一样 V0 Z0摆在这里 这两个相程 这两个相程 V0 意思吧 就是V0平方 这两个相程 两倍的这个 这个因为有个compress conjugate 它本来是 付 付贝多Z 那变成正贝多Z 这两个相程就变成一了 就变成这个字 好 我们就把这个有理化 你把它乘上一个Z0 分子也乘上一个Z0 那这个Z0乘上Z0 star 就变成Z0平方 Z0平方 这个还是它 那Z0就是X加J R加X Z0 这些都是常识 都是一个real 所以我们取real 就是这项不要 一个R 所以P就等于这个字 P等于这个字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了 在无线长的传输线 它找正Z方向传播的坡 没有反射 所以它的坡函数可以写成这个形态 电压波 电流波 那么在一般有线长的传输线 如果你这个线是有线长的话 那么它从Z0发出来的电压跟电流波 像Z方向传播的时候 它的坡函数分别可以是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有线长就好像以前我们 平面电磁波 在无线没有疆界的 没有疆域的这个地方 它的电压波跟磁场波 也是只有两项 对不对 等到你这个有边界了 像这个就是有线长的传输线 就表示它有边界了 那你发出去的 如果是正方向传播的传输线 到了这个边界以后 它会有反射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同时有 同时有这个 像正方向传播 跟像负方向传播的坡 所以这两项都有 这就是有线长的传输线 就好像说你有边界的时候 这个平面电磁波会有反射 反射波 那么这些式子里头 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 V0 plus over I0 plus 等于负V0 minus over I0 minus 它是等于Z0 等于它的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等于特性主抗 那么我们现在讲 有一种状况 在有线长的传输线 它的负载主抗 就是它最后线端 有一个负载 它的负载这个 它的impedence 主抗 通常是浮速 如果 是浮速的话 一般的浮速 它就会有 入射线也有反射 就有反射波产生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ZL 这是load impedence ZL就代表load 负载的主抗 如果等于它的特性主抗 的话 负载主抗 大小正好 等于特性主抗的话 这个时候的情况 我们称它叫做匹配 这个线叫做匹配线 Match the lin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了 这个坡没有反射 虽然它有ZL 不过ZL的Z0而已 它只有这一项 它没有反射 那这个时候就好像说 你这一条传输线 是无线长一样 好像是无线长一样 这个特别要记住 什么时候是匹配 匹配就是 线端的负载主抗 要等于这个 传输线的特性主抗 这个时候就是匹配 匹配的时候 它没有反射 除此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特性 我们底下就会讲给各位听 好 这一条代表一个 有线长的传输线 好 这个是 传输线长一绿 就是表示这条线 它的一些特性 这是它的特性主抗 这个是它的传播常数 传播常数 特性主抗 这里有个戴个帽子 那就表示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复数 可能是个复数 那这个是它的输入段 G是代表generator generator 它电源 电源电压的这个 facial form 这一段就是电源 OK 这个是电压的内组 电源的 电动式的内组 内组 ZG 也是generator里头的 内电组 然后这两段 是输入段 它的电压叫做VI VI 然后这个是线端 terminal terminal它的主抗 我们用ZL来表示 load impedance 这两端的电压用VL 然后它的电流 用IL 那ZI就是说 你从电源这一段 往这边看过去 那么它的电阻是多少 就是这一端 包含这个东西在里头 它认为它的主抗是什么 它没有跑得起来 它就在这里看了 ZI 好 现在我们这个坐标 分做两部分 Z等于0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generator这一部分 这个是 它的load terminal的位置 这个现场就是L 但以后呢 我们常常会用一种 坐标 更常用的就是 我们假设terminal这个地方的 位置叫做0 我们称它叫做Z' 等于0 那么Z呢 Z'这一边就是L Z'是从这里看的 这里过去是正的 Z是这样过来是正的 那这个地方 对输入端来讲 它的坐标是Z OK Z 我们从图上面可以看出 有这个关系 就是Z等于L 在terminal这个地方 它的potential 它的电压 voltage就是VL 它的电流就是IL VL over IL 就是等于 这个主抗 等于主抗 OK 这是它的边界条件 边界就是这样 好 这个关系啊 我们没有办法 从这两个式子里头 获得 就说你是有线长 而这个是无线长的 这个导线上的电压跟电流 你从这里 没有办法得到它 就是没有办法从无线长的 这个传输线的电压跟电流 得到它 那么我们必须考虑 它有反射 有反射的时候 就说这个不是无线长 有线长 所以它的坡从这里传到这里 它会反射 有反射的这一项 这个坡才能满足这个关系 这就是说 不匹配的传输线 它会有反射坡的存在 这就是匹配传输线 是这样子的 不匹配的传输线 那就是ZL 不等于Z0的时候 会有反射坡的存在 现在我们同样看这个 在线长这个是L长 它的特性常数 我们用γ跟Z0来表示 在传输线长 传播的函数 有四个未知数 这个是V0plus V0minus 电压 朝这个方向传播 政府跟反方向传播的政府 还有电流波也是这样 四个常数 你要解这四个常数 我们知道 它这个不是 这四个常数 并不是各自独立 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都跟其他的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在 这个Z0跟ZL之间 它有特别的限制 特别的限制 比如说 VZ跟IZ两个函数 就是这边的 任意点 任意点 任意 比如说Z好了 这里好了 这个电压 跟经过这个地方的电流 都可以用输入端的电流 跟输入端的电压来表示 或者是可以由 Terminal的电压 跟电流来表示 或者输出的电压 跟电流来表示 就是说任意点的电压 跟电流 你可以用这个表示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我们有这个式子 这是有现场的 传输线上面的电压波 跟电流波 我们得知在L Z等于L处 Z等于L处 就是这里 VL 你就把这个Z都变成L 这个Z也变成L IL 这个地方的电流 这个Z给它写成L 这个Z给它写成L 我们就解这个式子 我不去解 就是说你把这个式子里面 你可以解出V0plus 跟V0minus可以解出来 因为它都有 因为两个位置数 有两个方程式 解出来 V0plus是这个字 V0minus是这个字 是这个字 OK 就说这个 朝正方向传播的电压阵幅 跟朝负方向传播的电压阵幅 可以解出来 用这个来表示 我们再看 我们将解出来的V0plus 跟V0minus 带到原来这个方程式里头去 那VZ 它就可以得V0plus 用这个带 V0minus 用这个带 我们可以 把这个VZ 就写成 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带到这里来 因为这个 很花时间 我们就不去导致 就是这个字 I也是一样 把这个 带到这里头来 我们都用V I L来表示 因为I0可以等于 Z0可以等于 I L over Z0来表示 V L可以用这个表示 得到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不好记哦 不好记哦 不过没关系 通常我们都不需要去记它 不需要去记它 那这里头 你看这里有L减Z 这个是Z Z 可是Exponential这个地方 L减Z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 用Z'来带 因为我们图上面 因为我们图上面知道 Z' 就等于L减Z Z' Z'是距离 负载端的距离 那这两个式子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了 就是用Z' 从这一端来看 距离它Z' 远的地方 它的电压是这个 这个是从这边来看 距离输入端Z远之处 它的电压是这样子表示 它用了一个L减Z 这比这个复杂一点 我们换成Z'的话 这个式子可以稍微化解一点 电流 从这边来看 它可以是这个式 这个还是不太好记 但是我们要讲 这个式子 这个值 不等于这个值 因为这个Z不相等 Z'不一定等于Z Z'是等于L减Z 所以这个Z'不等于VZ IZ'不等于IZ 我们把这个式子 我们说这个还是不太好记 我们把这个树木 我们用hyperbolic cosine来带 这个用hyperbolic sine来带 这个以前我们在讲 电磁学的时候 电磁学本身的时候 讲过 这个式子 用这个来带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减化成这样子 VZ' 可以等于IL 乘上ZL cosine hyperbolic cosine γZ 加上hyperbolic sine cosine z 那这个呢 可以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sine hyperbolic sine 这是hyperbolic cosine 这个当然就比这个 要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麻烦 这个cosine 这个sine 这个sine 这个cosine 那么 我们等等再把它变化一下 就这两个式子 我们可以用计算 线上任意位置 z'的电压 z'的电压 vz'跟z'的电流 iz' z' 用什么来表示呢 用 i'l z' 这就是terminal 线端的电流 线端的电流 跟线端的阻抗 terminal impedance 还有它的特性参数 来表示 z'l z'0 伽玛 用这个表示 好 那么 我们现在要计算 计算什么 任意位置的 impedance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讲 电磁波的 平面电磁波的时候 ez over hz 它是等于什么 也是等于 等于一个 impedance 那么这个impedance 可以等于这个字 就是这两个 比一比 那么 这个还是太麻烦了 cosine sine hyperbolic cosine hyperbolic sine 我们大家都被 hyperbolic cosine 伽玛 z'来除 提出一个这个来 那这个就变成 hyperbolic tangent 这个也变成 hyperbolic tangent 那这个就 简单的多了 这个数字很重要 这个就是可以求 任意位置 它的主抗 这个主抗求出来 你知道电磁波可以求电磊 知道电磊可以求电磊 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且这个 将来我们还可以求什么 求反射系数 它会有反射系数 求任意位置的反射系数 也要用到这个 所以这个很重要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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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